像后学在这个 后学自己的道场都有三宝修尺班 那有一堂课就是 平心静气眼看佛灯 眼前观即逝 灯下照灰王 就是你看佛灯 恶目同神来发现 看佛灯呢就是禅定 因为我们一般人看 看什么东西啊 都会有贪心 有执着 有欲望 对不对 会让你目不转睛的 都是会让你起到欲望的 像看电视啦 甚至看书啦 甚至看花 看草 都有欲望 好看 但是佛灯呢 他不是好看也不是不好看 他就是看 他是没有情绪的 没有欲望的专注 这种没有情绪 没有欲望的专注就叫禅定 那这个禅定就能生智慧 就是所谓的后德智 后德智 就可以生出后德智出来 这时候就可以开始转世 转前五世成为 成所作之 我们有一位道亲 就跟后学讲说 诶 专业师啊 这看佛灯会老把油呢 我看五分钟就开始老把油 他说这个伤眼睛 我说你看不看电视啊 他说看啊 我说看多久啊 他先生在旁边说 从晚上看到天亮 说那个辐射线应该更伤眼睛啊 对不对 不会啊 看得津津有味啊 所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就是这个没有情绪 没有欲望的专注 他受不了 没有情绪没有欲望的专注 平心静气眼看佛灯 就开始转化 所以为什么我们修到第一堂课 就是平心静气眼看佛灯 我们还没有点开玄关窍 就叫你看佛灯了 对不对 所以像法光剑德的老前人 圆绝大地 屡树跟屡老前人 现在前人 林前人 以前就在他身边啊 从小又跟在他身边 住在一起 这个林前人啊 林在井林前人就是说 跟后学讲说 他们老前人有一个嗜好 就是没事的时候啊 他就拿一盏香啊 年纪一注香 这样一直看 看到那个香烧完 就是佛灯一样 看佛灯一样 人家还以为喜欢 他喜欢乒乓啊 他就看佛灯 这是他的功夫啊 所以叫树根啊 归根任母啊 他名字取得好啊 所以这个宝光剑德 现在哇 道物非常的红展啊 这根砸得很深啊 所以他们前人的照片啊 很有特色 他们前人 他们那个屡老前人的照片啊 那个眼神都不是 像我们一般人照相的时候 眼神都要看镜头 耶 对不对 他不是 他就是这样 他眼神就是这样 注意看 如果到他们道场去观摩的时候 看他的照片 眼神都保持这样 好像在看一盏香一样 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这个就是在转世成字 周日天神光 哎哟 都擦掉了 已经转世成功了 我们现在开始要转第六识了 第六识就是意识 意识要转成什么 妙观察字 要转成妙观察字 要怎么样意识才可以转成妙观察字 我们一般的意识就是分别识啊 这个分别识是 这个是很可怕的啊 分别识就是你会去分别啊 你分别善恶是非 没仇好坏 最后呢就是爱恨取舍 我爱我恨 我要得到 我害怕失去 我不喜欢的 我要把它排除掉 爱恨取舍 这分别识啊 它是 可以说是一个 心风作浪的一个 罪魁祸首 就在这个分别识 这个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都是从这个意识来的 分别识来的 我们刚才讲的 有识句啊 都是分别识分别出来的 有无非有非无 亦有非无 善恶 非善非恶 亦善亦恶 都从这边来的 好坏 亦好亦坏 非好非坏 喜欢不喜欢 又喜欢又不喜欢 又不是喜欢 又不是不喜欢 就是这个样 就分别识 但是它 也就识两 就这识句而已 很快就被这些 大修行者看穿了 它就这四招嘛 就四招 很看穿了以后 它就密魔棒了 虽然这四招 就把我们刷得团团转了 几万年来都出不去 永远在这里面转 所以这个意识呢 如果转变以后很好啊 可以转化成为妙观察制 妙观察制就好了 本来意识就是专门用来 这种分别取舍 然后制造是非 都是这个样 永远都是这样 刚进入道场的时候 我们道性很感动 后来最后分别事就会出来 就告诉你谁修得好 谁修得不好 道场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对 有什么错 就在里面越搞越乱 越搞越乱 最后人事的纷争啊 尝倒了大部分人 所以道好修啊 人事难办 人事为什么难办 分别事 有分别心吗 分别心人事就难办 所以这个分别事 如果转成妙观察制的话 同样这个字啊 同样这个东西啊 它一转过来以后呢 哇就像这个手啊 我们这个手 这样子用 哇功能无限 如果是你这样子用的话 就是颠倒了嘛 你怎么只能去推而已啊 没有其他的功能 所以说要正用啊 不要颠倒 颠倒用呢 就是所谓的分别事 只能惹祸而已啊 什么事都办不了 如果转成妙观察制的话呢 它会有什么特质呢 就是上弃诸佛所正之理啊 下应众生可度之机 可以带天宣化就要靠这个了 往上可以弃合诸佛所正之理 你的妙观察制 可以知道诸佛所正物的真理是什么 寥寥分明 然后呢 再把诸佛所正的理呢 用来接引众生 用来接引众生 也有不同的众生啊 用不同的说法呢 去接引他 这就是妙观察制 真的要带天宣化 我们道具在座都是 在座都是讲师嘛 可是讲师以上呢 就要带天宣化 要接引众生啊 一定要有这个妙观察制 你一定要讲出来的话 都不是真理 或是你讲出来的话 虽然是真理 但是你没有 不懂得应激接引 所以说基同压讲 没办法能够 接引得到众生 没办法契合啦 所以要有妙观察制 但是妙观察制 要怎么样才能够发起呢 怎么样才能够把意识 转成妙观察制呢 它叫什么 发起初心欢喜地 是不是 发起初心欢喜地 聚生游至现残眠 发动 这个妙观察制 发动在什么时候发动呢 欢喜地 菩萨要进入欢喜地 初心欢喜地 这时候就发动了 什么叫欢喜地呢 就是我们世间的人都追求快乐 对不对 但是快乐都是欲望得到满足才会快乐 所以决定在外在的东西 眼睛有没有看到自己爱看的 耳朵有没有看到自己爱听的声音 嘴巴有没有吃到自己爱吃的食物 鼻子有没有闻到自己爱闻的香味 身体有没有穿到自己爱穿的衣服 这是处 所以这个欲望满足得到的快乐 这是一种快乐 而我们的心灵 事实上不需要这个欲望满足的快乐 它有另外一种快乐叫做什么 发喜 发乐 当你的心离开这些欲望的时候 这个发喜就会开始发动 这个发起就会开始发动 因为欲望事实上带给我们是痛苦 好像是快乐事实上是痛苦 我们以为看到什么 比方说看电视很好看 但是看久以后就很烦恼 对不对 吃东西也是一样 一直吃一直吃 最后都后遗症一大堆 而且那个欲望的深坑越挖越深 你爱吃好吃的 最后你好吃的那个 那个级别会一直往上加 一直往上加 你要开好车子 开到这个宾室了 你觉得它不够快 B&W 再来法拉利 一直往上加 对不对 所以那种欲望永远不能满足 所以苦恼的不得了 但是我们人会追求快乐 心灵种的需要快乐 告诉大家发喜 这发喜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儒家强调什么 恐言乐处 我们一般人会认为 修行就是放弃快乐 修行人就苦修 没有快乐的 因为没有欲望满足 就是叫你离开欲望 那就只有苦恼了 不适当不逃 离生喜乐 离开欲望就可以得到喜乐了 离生喜乐度出禅了 这有禅乐法喜 进入出禅 然后孔言乐处 孔子言回 言回有什么好快乐的 贫病交迫 还短命 他快乐的不得了 回也不改其乐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也是个很倒霉的人 早年上父 后来又上母 中年初期晚年上子 周游列国 陈蔡绝良 萧姬余味 积极惶惶如上家之劝 好像没有家的流浪狗一样 他快乐的不得了 生生如也 妖妖如也 讲到快乐 孔子和言回 是中国文人的 圣贤的快乐的代表 两个都是穷光蛋 两个都一无所有 快乐的不得了 孔言乐处 今天我们就是 要到这个 找到这个乐处 才是开始 意识才会开始转 有没有你的意识都在分别 分别其实说的好听 我要认识真理 事实上最后都是要追求快乐 因为我得到什么才会快乐 欲望满足的快乐 分别心大部分都用来 作为肉体的奴隶 分别是都要用来做这个功能 最后结果就是 极穷厚 钱可以买得到一些 现代人的观念就是这样的 钱是最好的 所以说上天所有的先佛菩萨 把这个这么复杂的这种 千万法门浓缩成为末后一早 一个道就好了 一个道就可以普渡众生 道祭天下之逆 所以我们老师叫道祭 就用道来救济众生就好 那这个道又很简单 道是什么 通天大道就在这里 这是真明路 光明的大道 我不了解为什么 不需要你了解 你不需要了解食物吃了为什么 会饱啊 会维持生命 你只要吃就对了 只要能够报道不思 你就可以成佛 成奸作佛 就简化到这个程度 但是魔鬼也很厉害 他也是把一切 千魔万法 就浓缩成一个字 钱 钱就好了 很多道心修了一辈子 还是钱啊 还是很重要 重视钱啊 当你发现自己重视钱 超过重视道 那就表示你失败了 钱就是带来欲望满足的快乐的嘛 道才可以给你发喜 对不对 所以说 发喜初心啊 欢喜地 你一定要发起这个初心 初发心的欢喜地 就是我们得到以后这个 守护本性啊 要守护到什么 要守护到能够自身欢喜 所谓反身而成乐莫大焉 这个孟子讲的就是这个啊 反身而成乐莫大焉 真正的快乐 最大的快乐在这里 晚过头来 诚心保守 守护你这个良知本性 三宝每个人都会用 但是你有没有用到发起充满 这是做关键所在 很少有人修持三宝 用到发起充满 他没办法认真地一直修到发起充满 他可以认真地吃饭吃到饱饱的 看电视看到好累 打电动啊 打到那种 不只是欲望满足也疲惫了 超到疲惫了 但是他没办法回光返照 守到什么发起充满 回光返照啊 你练神光一定会练到这个阶段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细心一处 入二禅啊 不只是出禅啊 细心一处 以前释迦牟仪佛教 教导他的弟子 初转法轮 所以就是告诉他们 首先要离遇啊 离开这些欲望 那只要接近佛陀啊 常常亲近他 就像我们常常亲近道场 常常亲近弥勒祖师 欲望就越来越少 欲望少才可以细心一处啊 所以守学每个人都会守 但是你没办法 真的心完全地守在那里 这一处讲的就是这个 这一处啊 欢喜地 欢喜地在哪里知道吗 就在方寸宝地 这就是欢喜之地 让你心生欢喜 所以你一定要把心啊 真正放在这里了 真正细心一处 孟子说的 求其放心 把那个放逸的心 整个收回来 细心一处 入二禅 就进入禅定 这个就会有禅月法喜处 所以修持三宝 又修持到有那种法喜处来 一无所有还是很快乐 这个时候像有一位典传 因为生了重病 进到加护病房 全身插管 动弹不得 然后呢 只剩下意识还清楚 还有手悬 手悬 某年无知真经 这时候心无旁求了 突然间 哇那种欢喜快乐 从来没有那么快乐过 这有发喜出来 真正细心一处了 那也是因为他没地方去了 他加护病房 全身插管 哇 他就用一句很粗浅的话来形容 给我一千万我也不愿意换 一千万给我我都不愿意换这种快乐 用这个形容这种财喜啊 现代人喜欢追求财富嘛 但是现在要换这个华喜他不要换 从来没有过这种快乐 无法想象的快乐 这就是所谓的恐言乐处 这就是所谓的出地欢喜地 所以说 这个是玄庄大师写八识规矩中的时候 只有告诉你 这个时候你意识才会开始转 你的分别式才会开始转 分别式是一切烦恼的原因 我们人会烦恼因为有这个大脑在想 大脑在想 像动物的烦恼就少 因为他的意识很弱 意识很疲弱 所以动物只有烦恼来吃嘛 就是一个词 活得下去就好 人类的烦恼就多了 因为分别式太强烈了 所以这个分别式是烦恼 支撑最多烦恼的地方 所以分别式开始转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就会怎么样 现行烦恼就会消灭 现行烦恼 就是你找到恐言乐处了 你开始可以呢 没有任何原因 我们一般的快乐有原因的 没有任何原因的快乐 这个就是所谓的乏喜 没有外在的因素 甚至你在生病刚才讲 全身插管很快乐 这个就是找到这个恐言乐处了 就是不管环境多么恶劣 心灵都还可以保持这种喜悦 自在 这是恐言乐处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什么 你的现行烦恼就不见了 烦恼有两种 一种叫做现行烦恼 什么叫现行烦恼呢 就现在有不顺利的事情发生了 生病了 事业失败了 贫困了 这个婚姻破裂了 等这些烦恼 子女不学好了 大家烦恼都这些事情 这叫现行烦恼 那一旦转世成智 转到妙观察智的时候 第一个不是他很有智慧 首先他是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就好像眼睛 你有白内障啊 你要先把这个白内障取掉 这白内障有点烦恼 这时候才可以说 慢慢恢复视觉 那障碍你的这个烦恼 现行烦恼 就是这世间一切不如意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会起烦恼 这叫现行烦恼 一定的嘛 现在眼前的嘛 正在眼前 现在进行世的烦恼 但是呢 发起初心欢喜地啊 就是这个初心欢喜地发动以后 这个发起发动以后呢 现行烦恼又不见了 现行烦恼又不见了 就是你不会再为 世间人烦恼的事情烦恼 这个是马上就要考验的 我们在座每个人呢 我现在仔细看一下 每个人脸上都有现行烦恼的 现在眼前就有很多事情啊 现在正在让你烦恼的 而且找得到对象 这叫现行烦恼 那就表示你还没有发起初发动 发起发动的话 就算你生了重病啊 你也不觉得烦恼 明天会死人你都不觉得烦恼 朝闻到夕死可以 死亡啊这些事情不会让你烦恼 但是还会有什么烦恼 叫聚生烦恼 这就是所谓聚生 聚生流至现残忍 还在纠缠 就无态无几的烦恼 叫聚生烦恼 无态无几 没什么原因的会烦恼 没什么事情会烦恼 有些人早上起来 对不对 一起床就起床气 有没有 没什么原因的心情就不好 那心情为什么不好 他会乱找原因 这种心情不好 就是所谓的聚生 聚生烦恼 就是与生俱来的 聚生烦恼 那聚生烦恼还在障碍的时候 你其实没办法有大智慧 没办法有这种妙观察智 可以上气诸佛所证之理 下应众生可渡之急 所以这个聚生烦恼 要什么时候才可以消除呢 然后真正把妙观察智发动出来 远行地厚存无肉 观察原名赵大清 第七地菩萨第七地 叫远行地 远行地 就是真正的远离 虽然我在这里 但是我的心已经远离这个花花世界的 所有的 所谓根不着成 简单的说 真的根不着成 六根不止着六成 这叫远行 以前 没有到现在问周老前人 周老前人已经归功很久了 周老前人归功的时候 后续还没求道 他就问这个周老前人 说请问老前人 金刚经的宗旨在哪里 金刚经的要点在哪里 老前人就讲了 根不着成 六根不止着六成 根不着成 因为我们老前人的名字就叫迪成 你在洗涤灰尘 所以他说根不着成 老前人就问了 他说那要怎么做到根不着成 我们都知道六根不要执着六成 老前人说 本质不着 这个我们要了解 六根本质不着六成 他本来不会执着六成 你会去执着 那是一个妄想 那是我们认为 我们呼吁他 我们要他去执着 事实上他本质不着 他的本质上 他是不会执着六成 六根不着六成 所以 真正你六根不着六成 这个也是要经过什么 这个欢喜地 六根为什么会执着六成 简单的说 追求快乐 你以为六根 得到自己要的六成 就可以快乐 事实上得到都是烦恼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乐 就是乏乐 你就不会去执着 所以不断的在回光返照 不断的在这个欢喜地上面 安身立命 孔颜乐处 那是你砸脚跟的地方 所以细心一处 把心细在一个地方 细心一处 就入于禅定 然后禅定不能说 禅定一定要定到 自己有那种喜悦 禅乐法喜出来 喜乐自在 这种觉受出来 这种觉受出来以后 才算是说你已经入地了 而且还要能够保持 保持到最后就远行地后 暂时的 没有用啊 暂时的 可以暂时消现行烦恼 现行烦恼 消很快 每个人都做 道清都做得到 但是道清呢 都是暂时切入 都是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 有一些人会突然间聚合在一起 然后突然间散掉了 那个叫什么 快散 对 这是快散 一下来 啪就散掉了 快散 像后学那边有位道清 那后学现在开六组谈经的班 就会给他们功课 有一堂课的功课就是无念为终 六组会能讲我们禅宗法门是以无念为终 没有念头 然后就给大家功课说 我们每个人讲一讲看 你自己有没有过无念 无念的经验 他在照相就说他有 他说有一次他骑机车要去上班 他油门催了 就到了公司了 中间过程他都不知道 我说这不是谎神啊 这不是无念啊 无念是说你没有念头啊 一直想东想西的 但是你头脑很清明的 我说这很危险耶 我说你不要守旋啊 你念真经啊 念念真明啊 你这就谎神啊 就心散掉了 我说这位车祸了 果然不久他就出车祸 那简传师开着乌鸦嘴 就是骑车骑着 别人从侧面撞他 根本就没有看到对面 因为他已经无念了 就被撞翻了 然后撞他的人也跑掉了 他手不能动啊 痛的不得了 哇 躺在地上也没有人救他 这时候他怎么办呢 这时候他就用三宝 一手玄关 然后把手放在 一只手放在他 他这个不能动的手上面 等一下手就可以动了 一点痛都没有了 一点痛苦都没有了 然后就起来把车子扶起来 机车扶起来 然后骑回家 第二天都好好的 他以为只是说肌腱受伤而已 他现在说不行 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照X光怎么样 两处骨折一处粉碎性骨折 那应该痛死了 对不对 应该痛死了 他这个结果一出来以后 他开始 哇 好痛啊 因为在此之前他都在用三宝 对不对 拔起诸心欢喜地 对不对 所以现行烦恼消失了 对不对 现行烦恼 现行烦恼就是手断了 一定会痛的嘛 这叫现行烦恼 可是当你真的细心一处的时候 细心一处入二产 根本那种烦恼都不见了 这种应该医学上检查的应该是绝对痛到极点的 那都可以 因为这叫灵肉分离啊 这就是我们修持这个欢喜地最大的功能是立刻产生灵肉分离 就是灵体和肉体分离 那不止一个理论啊 这实际发生的 这种例子非常的多 立刻就发生了 灵肉分离 就刚才讲那位全身踏管的点穿师也是啊 灵肉分离 那这个稻青也是啊 灵肉分离 可是就快散了 很快的它又回来了 没有消掉这个巨生烦恼 哎呀 又不在我几个开气烦恼啊 巨生烦恼又出来了 所以这个巨生烦恼要消的话 要远行逆后 就是要根不着成 又根真的不着着六成 我光靠这个喜悦 就像炎渊孔子一样 像孟子一样 反身而成热漠大音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快乐 你到了你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不是说说而已啦 真正有这种觉受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快乐的时候 你就已经不动心了 孟子说他怎么样 四十岁又不动心了 四十岁啊 像我们对不对 六十岁了 四十岁 二十年前 我现在也还没到不动心 所以有那么困难吗 顺和人也 与和人也 有为者亦若实 孟子和人也 有为者亦若实 你要愿意的话都做得到 就细心一处就好了 所以方法都传给你啦 像刚才讲那个道清 不能这么大的痛苦 它都可以 立刻消除现行烦恼 如果成圣追及的话 对不对 继续这样修持下去的话 俱增烦恼也消除了 这时候呢 就可以观察圆明照大前 这时候庙观察之就会出现 圆满光明 圆满光明 照耀大前世界 大智慧就会出来 就可以应急接引众生 我们这场歌是到几点了 好好好 对对我们还有两次还没转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